林山賓館生態不大 明代官員貼上一張又一張的景點 新手拼出重振林山的觀光藍圖 中橫中段13年 林山的觀光人潮大流失 地方沒落 市府決心當起火車頭 找回王日盛況 而打頭陣的活動 是長達兩個半月的林山觀光季 我們接觸到很多香港跟新加坡 還有大陸的自由行遊客 他們都對我們林山 非常有很高的一個印象 也非常期許能夠到林山來 雖然我們現在台八線不通了 但是就跟澎湖一樣 澎湖坐飛機坐船可以抵達 我們希望遊客可以從我們的台積甲線 就從台北宜蘭 然後呢 從台14甲線 就從浦里這邊下來 為了吸引遊客上山參與 市府將活動分成五階段 有簡單隆重的迎賓音樂會 還出動了志工 用雙腳帶著大家探索後山豐富的生態 以及林山賓館的歷史巡禮 還搬出了50年代的愛情老電影 林山春曉跟老照片展 從印象點滴來勾起大家的回憶 而現在也正值林山春茶跟水蜜桃的成績 因此市府跟順勢推出 適合親子的果香兩日遊 在所有的所有農藥的產品方面 全部檢驗結果都是合格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放心的喝 到這邊的話你可以一邊吃我們的梨山蜜桃 又可以喝我們的梨山高茶 然後欣賞我們梨山最美麗的風景 這樣子大概希望大家都熱淚的到梨山來玩 夏天高溫沿著 梨山海拔高達2000多公尺 均溫22度 氣候兩爽沒有過度的人為開發 青山環抱白遠鳥罩 保留大自然最純淨的美感 市府希望就這一連串的活動 再次打響梨山的美麗名氣 也開啟光光大門找回往日的熱絡 轉天的話台中採訪不到 好